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力挺的人就认为 现在电视上面临国际的竞争 如果说你投入的少 还怎么跟阿凡达 蝙蝠奖 政府大边争国际市场呢 而且如果说不是全明星出演的话 实际上也是不好保证的 这跟风险投资是一样的 说风险越大 收益才能越大 那你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 但是呢 有很多人啊 对导演乌尔善的这一举动呢 表示不理解 说一个电影啊 资金投入的数量呢 固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它不是所有电影之量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电影的好坏啊 究竟根源呢 还是剧本本身的人文情怀和艺术魅力 我呢 是同意第二种看法的啊 首先我觉得 风神演义及武王伐咒啊 这个历史神话 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啊 的确是有一定地位的 但是跟其他的一些历史名著 跟神话传说比起来啊 那风神演义整体的人文情怀 还是以当代社会的进步的主流的价值观啊 是有距离的 先不说啊 它不及《红楼梦》 《西游记》啊 这些反封建 倡导人文情怀 难以平等的古代名著啊 就是跟同种类型的 像《西游记》 《聊天之意》来比啊 那文化内涵的 也是有很大差距的 因为在这款部 名著当中啊 有对如是道的 经碧的权势 有成熟的 进步的宗教情怀在里面 而风神演义所在的时期啊 无论是道教 佛教 还是儒家思想啊 都没有出现 所以说啊 它现在的东西呢 只是朴素的 承恶 扬善 与现在的思想观念啊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当然了 我们也希望啊 这部剧呢 最终是能打卖的啊 不让沃尔山这个优秀的导演赔钱 但是啊 电影呢 毕竟是一个商业行为 在投入资金之前啊 市场调研呢 还是要极其细致的 不但呢 要考虑一些市场营销方面的因素啊 还要考虑到文化内涵方面的因素 能否支撑一个三十亿成本的大片